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参加过的节目有数十个 高曝光率给赖月谦带来了知名度 而赖月谦对两岸和国际情势的精彩点评 言谈间展现的温雅 以及偶尔表情管理失控的可爱和那么重点来了的标志性口头禅 都给他带来了切实的支持度 赖月谦在28岁的时候和妻子选择共同步入婚姻的殿堂 当时在赖月谦去法国留学之前 两个人就有了大女儿 后来又陆续添了一女一子 一共三个孩子 赖月谦对自己的三个子女都十分满意 之前在一些节目中也会不时提起他们 从一些节目中可以了解到 他的小儿子曾去华东师大做交换生 是台湾科技大学机械工程系研究生毕业 正在罗技公司实习 二女儿之前是在巴黎学习文学 大女儿已经定居上海 虽然子女们都事业有成 但赖月谦和妻子感情破裂便离婚了 近年来赖月谦并没有再婚 不过和几个子女的感情还是维持得很好 2022年2月过年期间 平日里正经危坐的赖教授 看到子女便显露出此副光环 通过视频与相隔三地的子女视频团圆 护送新年祝福 赖月谦的大女儿赖以林常驻上海 在大企业担任要职 而二女儿赖以杰则在法国巴黎 两位女儿都因为疫情的原因 无法返家团圆 今年的春节 赖月谦和小儿子赖以卫 一起在台北度过 通过视频一家四口其乐融融 互助来年会更好 赖月谦和子女们都期盼疫情赶快消散 两岸尽快恢复正常的往来 明年他们能一起在上海过年 如今随着时代的进步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单身 因为很多人发现 结婚并不能给他们带去快乐 甚至还会破坏原本的生活轨迹 对此赖月谦在一档访谈节目中就说起了自己的经历 赖月谦表示自己因为离婚了 所以遭受的家庭压力非常大 她因为和前妻离婚 所以导致自己在五十多岁的时候还被自己的妈妈逼婚 并且妈妈还会将压力施加给她的兄弟姐妹 这让一家人都陷入了被逼婚的恐惧中 后来赖月谦的妈妈去世了 她不需要再遭受逼婚的压力 感同身受的是她如今的几个孩子也是适婚年龄 但是她从不给他们压力 让他们自行选择想要的未来 赖月谦深知 如果随便给孩子逼婚 也许他们会冲动结婚 那么对于自己的未来并不是一个好的剧动 人生还是要对自己负责 对另一半负责 只有经过深思熟虑 双方决定步入婚姻的殿堂 那么选择结婚才会是一个美好的决定 赖月谦的一些观点看法 总能引起大众的共鸣 所以她的人气也一直居高不下 那么重点来了 你对既知名又受欢迎的赖月谦 到底了解多少呢 赖月谦其公开头衔常为教授 知名学者 或国际情势专家 翻看其履历 也赫然写着 毕业于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 法国巴黎第二大学 曾任亲民党发言人 中时电子报社长 实践大学教务长 学务长 台陆军上校 现任政大外交系 兼任副教授 赖月谦1958年8月16日 出生在台湾南投县的一个普通家庭 南投县是一个有点特别的地方 它是台湾唯一的内陆县 位于台湾中部 台湾最高峰玉山 最大天然湖日月潭 最长河流浊水溪的源头和地理中心 都位于该县 赖月谦的祖籍是海峡对岸 距此地直线距离400多公里的福建上航 1947年 赖月谦的父亲从福建来到台湾 娶了台湾姑娘 也就是后来 赖月谦的母亲养育了赖家五个兄弟姐妹 赖月谦上面有哥哥姐姐 下面还有两个弟弟 姐姐是学霸 两个弟弟都曾经营摄影方面的业务 有一个曾是李奥的御用摄影师 也是他晚年的忠实密友 四地赖月君 1998年就俯上海发展 做婚庆 做外貌 目前是崇明岛上首家开心农场 香朵开心农场的创始人 他驻梦美丽乡村 也时常获得媒体报道 而赖月谦自己 据其透露 小时候的梦想是当飞行员 所以身体素质练得很好 视力也保护得非常好 不过事与愿违 赖月谦在台北建中毕业后 考入军校 正在学校正值学习 他军校的时候 他们班上有个同学 常常会欺负另外一个同学 那个同学比他瘦小 赖月谦后来看不下去 于是赖月谦就跟欺负人的同学说 你不要再这样子欺负人家 赖月谦的那位同学 长得比他高大 有身高优势的他 转而开始针对赖月谦 这惹怒了赖月谦 于是赖月谦开始反击 之后按照学校的规定 赖月谦就被送到了禁闭室 到了禁闭室之后 赖月谦碰到了一个老班长 老班长是从内地来的老兵 他就坐在一旁 看着赖月谦这些危机的学生进来 用浓重的香音 说道 我为你们感到羞耻 之后就询问赖月谦 你为什么被关禁闭 赖月谦回答 打同学 老兵再问为什么打人 赖月谦说同学欺负人 看不下去就打他 接着老兵说了句 好样的 赖月谦感到惊讶 心想 我竟然被说成好样的 他当下感觉很奇怪 见赖月谦有疑问 老兵赶紧补充 你跟他们不一样 你是仗义 我们最喜欢你这种军人 你以后是个好军官 由此可见 赖月谦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的人 也是一个有心机的聪明人 他常讲 看问题要看积极的一面 后来到了1980年 从学校毕业后 赖月谦被分配到 大家都不想去的东营岛 据赖月谦回忆 东营岛靠近内地 而在福建的生活非常艰苦 那个地方有东营岛 有西营岛 还有个中柱岛 总共三个岛 对于台湾来讲 应届毕业的军官最怕去的 就是那个地方 很多同学抽到东营岛的时候 都哭了 唯独赖月谦表现得十分高兴 之后赖月谦 欣然前往驻地报道 到了那边 他们的指挥官就问大家 说还有一个岛更艰苦 整个岛就只有 为数不多的老百姓 然后还缺一个中队军官 指挥官询问大家 有没有要自高奋勇去的 这时赖月谦勇敢地表示 他要去 于是这个指挥官看向赖月谦 并把他的资料拿过去翻开了几遍 指挥官问赖月谦 成绩很好吗 你为什么要去那个地方 赖月谦表示 哪个地方最苦 我就去哪个地方 听到这句话 指挥官十分地开心 并称赞赖月谦好样的 值得大家学习 其实一开始赖月谦的想法是很简单的 他认为越是艰苦的地方 长官越不愿意去督导 那么很大程度上 他在那边就可以自己说了算 做一些决定 赖月谦想把士兵带好 去施展自己的雄伟报复 最主要的是 长官不会来势道 那赖月谦发挥的空间就比较大 所以他当时的盘算是这样的 这个就是在艰难环境下的积极面 我去了以后 我白天一早起来练兵作战等等 可是到了晚上 你也没有应酬 也不会有人来烦恼 我就在那个地方看书进修 准备考研究所 结果两年我就考上了政治大学 研究所在当时来讲是非常难考的 你考上 等于你是中了精神一样 台湾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 成立于1968年 是蒋介石直接开办的 专门研究中国大陆培养 反共思想斗争人才的单位 后来 虽逐渐转型为学术研究单位 赖月谦在政大取得法学硕士学位后 1991年 他远赴法国留学 先后在法国社会科学高等学院 和巴黎第二大学学习 攻读历史文化和国防政治等专业 并取得巴黎第二大学政治学博士文凭 赖月谦可以说对从政非常执着 在2000年底 赖月谦成为宋楚于 内地和两岸政策的幕僚 后来他又受聘于台北市 不过最终因理念等各种原因 他对政治彻底失望 从此断了从政的念头 赖月谦的粉丝 常以谦谦君子来形容 他这个身高179公分 有八块腹肌 做过模特 拍过广告 使用香水 注重打扮 会书写作画 评论时事 头头是道 在网络被攻击抹黑 在学校被写信恐吓 在节目被恶意剪辑和封杀后 但仍坚守正义的人 一直以来 赖月谦在节目上大胆发声 直言不讳地表达出群众们的心声 这也让他很多时候遭受舆论的攻击 在2020年年底 赖月谦被封杀的消息 在网上传了开来 很多网友都对这件事的真实性 表示了质疑 他们不相信 受到大众喜爱的赖月谦会被封杀 不过很快 赖月谦便发布了一则视频 表示自己确实已经被辞退 并且自己提前感知到了危机的来临 并在网上开创了一个新的栏目 你问谦答 在节目中 他表示你问谦答是自己带着团队做的节目 所以需要大家的支持 自己虽然面临失业 但是自己平时的一些物质需求并不是很高 所以可以维持团队的发展 赖月谦还表示 十分感谢自己的几个孩子 追求上进 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 去过上想要的生活 他也比较欣慰 看得出来 赖月谦的心态还是很不错的 当然 如今的赖月谦依旧是大胆发声 并没有因为一次的打击 就选择放弃 这也让很多的网友都无条件地支持赖月谦 明星就是榜样的力量 如果都同流合污 那么这个世界还如何进步呢 赖月谦用自己的精力告诉大家 要不断努力奋斗 不要畏惧困难和挫折 这样才能无亏于心 早前 赖月谦曾在一个视频中说 我离婚后五十几岁 还被父母逼婚 所以感同身受 不给孩子压力 赖月谦离婚后 依旧帮助前妻装修 无意展现出暖男一面 属实是好男人 之前秦谦之恋的女主角 美女主播周玉琴 大放讲述她和赖月谦 老师的爱情故事 大家来看看赖老师是如何追到女神的 赖老师可是写了一本追女神的教科书 周玉琴说 没有想到自己和赖老师的恋情会成为热议话题 因为她跟赖老师其实认识了好一段时间了 大家知道她跟我有一个工作上的合作 所以彼此认识 但是一直是慢慢从相识到相恋 然后再到决定要携手走一生 一起走 共结连理 这个其实是完全没有在原先的人生规划当中的 结果走到今天 也没有想到说我们两个人的事情 会先是因为有网友非常关注赖月谦老师 然后看到她的直播 然后看到她上节目 手上还戴了一个戒指 从此呢就被热烈地讨论 甚至有人就拿那个她上节目的截图 在那里画圈 一直在好奇地问 那女主角是谁呢 她戴了婚戒了 等等 很多人都高度关注这件事 这让她直呼 在网上很多的留言 短视频 等等 甚至包括很多很多的媒体朋友们 也都想要问清楚这件事情 所以也就让这个赖老师 她在自己的直播的时候呢 她就承认了 对 的确 定情了 定下来了 那么也绣了她的戒指 我也不知道 她怎么就这样了 那当然她所做的任何的事情 我都支持 我觉得她也有她的理由 她也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个交代 除此之外 周玉琴还说 所以她就也很保留的 在没有说出女主角的姓名的情况之下 就承认了这件事情 一直是到太多太多的网友们 好朋友们 甚至媒体界的朋友们 大家后来就发现说 哎 不对啊 这个秦迁天下是里面的 那个主持人周玉琴 秦迁是什么意思 然后就突然想到说 这个是叫秦迁天下是 那个只是个幌子 就是秦迁一事 然后我就赶快说 不对 是今天一件事 国际大事 然后大家就发现 说我手上也带了一个 今天给大家看 在这里也就是老师的这个戒指 当然我的这个戒指比较小 谈起赖月谦 周玉琴直言 因为她是一个优点说不完的人 她虽然是年纪比我大了个几岁 但是她又像一个大男孩 赖老师优点也很多很多 耐心 包容 付出 你知道现在我就可以 每天吃她做的料理 她的手艺非常之好 我可以每天吃她的爱心便当 回忆起往昔 周玉琴坦言 有一次是赖老师 去那个河滨公园 慢跑散步的时候 然后她就突然写了 秦迁一事 玉月之萌 发消息给我看 然后我看了以后 就觉得很开心 很感动 我觉得这个人还真有才 不愧是赖老师 从此她就说 从此以后 我们就要秦迁一事 她有浪漫的一面 所以在这之后 我们两个人就觉得也蛮合的 我们相处起来 生活起来 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被问到后续会不会公开艳客 周玉琴表示 因为很多人很期待 我们要公开艳客 这个我有请教过赖老师 我们两个人 对很多事情的看法是一致的 做一样的 是高度一致的 说起两人在一起的经历 周玉琴大方透露 其实赖老师她追求我 是好长一段时间 但是我一直都不太敢去接受 一直都保持着一个距离 当然她也对我就不离不弃 我也非常的感谢 所以一直到今年 慢慢再从谈公事 然后拉近到 可以谈一些心里面的话 有一些比较深的一个交流 后来才感受到说 我们其实很多地方 是真的蛮相像的 彼此都有一些共鸣 所以才走到今天 她还直呼赖老师 非常的优秀 觉得自己真的忠心的谢谢 谢谢她对自己 这么的体贴 这么耐心 才让自己很晚 很晚拖了很久 让她已经快要 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终于还是接纳她 名嘴罗友志 也爆出小两口的 恋曲秘心 透露赖月千 掳获周玉琴芳心的秘诀 闪瞎无数网友 罗友志表示 秦千配恋情曝光后 相信震惊所有人 也让许多网友 为当时在节目新闻 有情调里 以聊玉琴 风格文明的她抱不平 接着晒初与赖月千合照表示 让有志哭晕在厕所 那个男人来了 立刻笑翻一票网友 接着爆料小两口 不为人知的恋爱故事 她表示 赖月千做爱心便当 长达半年多 其实早掳获周玉琴的心 但为了不让女方尴尬 便刻意让其他主播 也有小甜头肠 这也让周玉琴迟疑 是我独享这份甜蜜吗 最后在赖月千 切而不舍的追求下 成功打动家人芳心 让周玉琴决定 把心交出去 对此 罗友志也献上祝福 爱心便当 仔细等待 确定恋情 我想 这两位碧人 是深思熟虑 真心相守的 这半年来 看着爱情萌芽的我们 真心祝福着 最后更不忘搞笑表示 我不会哭晕在厕所了 而事实上 两人在此次结合之前 都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 赖月千是在28岁的时候 和前妻选择步入婚姻殿堂 但后来却因为感情破裂而离婚 不过 离婚后的两人 并没有老死不相往来 赖月千甚至还曾 帮助前妻装修新房 无意间也展现出了暖男一面 属实是好男人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当年与前妻离婚之后 她还因此遭受到了巨大的家庭压力 原来 她在50多岁的时候 居然还是会被妈妈逼婚 并且妈妈还会将压力施加给她的兄弟姐妹 让一家人都陷入到了被逼婚的恐惧中 后来赖月千的妈妈去世 她终于不需要再遭受逼婚的压力 也是因为自己有过这样的经历 赖月千深知如果随便给孩子逼婚 也许他们就会冲动结婚 对自己的未来并不是一个好的举动 所以从不给孩子压力 一直都是让他们自行选择想要的未来 赖月千认为 人生说到底 还是要对自己和另一半负责 只有经过深思熟虑的双方 才能步入婚姻的殿堂 其实赖月千的走红跟她的高曝光率是分不开的 据不完全统计 她曾参与过的节目有数十个制度 而高曝光率就这样给她带来了知名度 而她对国际情势的精彩点评 言谈间展现的温雅 以及偶尔表情管理失控的可爱 和那么重点来了的标志性口头禅 都给她带来了切实的支持度 此外 赖月千公开的头衔 常为教授知名学者 更是荣获国际情势专家的称号 不过她也在其他方面闯出成绩 并收获许多粉丝 赖月千的粉丝 常以千千君子来形容她 这个身高179厘米 有八块腹肌 做过模特 拍过广告 使用香水的男人 而注重打扮的她 会写书作画 评论时事 更是头头是道 此外 在网络上被攻击抹黑的时候 以及在节目被恶意剪辑之后 她仍旧坚守正义 有着几分之危之章 之柔之刚厚的君子的坦荡 赖月千曾在节目中提到 自己喜欢春秋战国的历史 喜欢北京胡同 也喜欢古城西安 而作为名嘴 她能在各大节目上发光发热 为观众带来许多独到见解 也让人十分佩服 不过 一直在节目上大胆发声的赖月千 总是直言不讳地表达出群众们的心声 这也让她很多时候遭受舆论的攻击 在2020年年底 赖月千被封杀的消息在网上传了开来 很多网友都对这件事的真实性表示了质疑 他们不相信受到大众喜欢的赖月千会被封杀 然而很快 赖月千便发布了一则视频 表示自己确实已经被辞退 并且自己提前感知到了危机来临 便在网上开创了一个新的栏目 你问千达 在节目中她表示 你问千达是自己带着团队做的节目 所以需要大家的支持 自己虽然面临失业 但是自己平时的一些物质需求并不是很高 因此可以维持团队的发展 期间她还罕见地提到了几个孩子 并表示十分感谢他们 觉得孩子们都追求上进 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过上想要的生活 所以对此感到比较欣慰 看得出来赖月千的心态还是很不错的 而且即便面临过被封杀的窘境 但它依旧是大胆发声 并没有因为一次的打击就选择放弃 这也让很多网友都无条件支持她 其实生活就是这样 我们难免会遇到许多挫折 甚至是无数人的排挤 但一定要相信风雨过后就是晴空 只要我们坚持 就一定会如同赖月千一样收获幸福 不论如何 忠心祝福赖月千之后 能获得更加美好的生活 家庭幸福 小子 优优独播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